好,回到今天晚上的信息 我希望大家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是很诚恳跟神祷告 说神帮助我 让我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诚恳地回应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我们就选好听的道去讲 听听听听 我觉得很不公平 世界上很多人一次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听到一个地步开始选讲人 开始选就方便 那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就私立到处跑的时候 我曾经在澳大利亚讲一篇道 那牧师就一直不赞成我讲道的题目 那么我讲什么道呢 我的讲道题目就说 请你们不要再祷告了 牧师不赞成 长子部都不赞成 我说为什么不赞成 我讲一个事实 我到澳大利亚进修的时候 因为读书你住那个地方超过六个月 看医生不用钱 去买药最多付两块半 其他全部政府包办了 所以教会里面没有听到人家为病痛祷告的 跟上帝讲说 上帝不要你了 我们澳大利亚政府都照顾好了 不需要你了 那么听他们祷告的时候就不知道祷告什么 所以我就说 基督徒诚恳一点讲好不好 你就说我不要再祷告了 上帝你很忙 那么现在我这边的国家照顾我不错 就不麻烦你了 对吗 所以我们做美国的基督徒不好做 为什么不好做呢 受苦当中的基督徒比较诚恳 因为面对很多问题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好 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就从昨天晚上继续下去讲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 这一集的经文使我们的主心很疼痛 当他们聚集的时候 门徒问耶稣说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我一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到在很多的大会当中 大型的聚会当中 除了主题讲人 大家没有选择 大家都要听 那专题讲道就可以选了 对不对 讲座专题讲道大家可以选 选什么呢 你可以选家庭婚姻 亲子关系 情绪压力 那么钱财管理 时间管理 那么你可以选择怎么在教会里面 侍奉属灵生命的长进 你可以选很多很多这些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凡是跟我有关系的题目 都有很多人参加的 跟我没有关系的题目 很少人参加的 什么就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呢 那我每一年 这个使者就是在Santiago也好 在今年在Portimo Maryland也好 我都是负责讲 向回教都创飞 我的主通常最少人 他们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我不在里面的话呢 就出问题了 你看门徒跟耶稣 跟了三年多时间 耶稣不断跟他们讲说 这天国的福音 要向万民做见证 一直讲普世的观念 门徒们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 这是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们的同胞 没有我这个字呢 耶稣连门徒都叫不来 就是如果要门徒们不讲我的话 哎呀 门徒们学了三年多 这跟世界最好老是 跟耶稣学了 精进出出 那么一起吃 一起行动 他们都没有办法 在属灵生命当中 把我这个地位挪开 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主 你说这个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说宣道年会 这个讲宣道的事情 很多事情跟我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有短宣队 短宣队有多少人去啊 如果你教会六百个人呢 六个人去就是多少% 很低的 1% 60个人去才10% 那很多人就觉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读圣经 做基督徒 不能够把生命里面 那个主要的位置 位置 让给我们的主的话 我们很难很难做基督徒 我们可以重生得救 但是我们很难做一个 逃神喜悦的基督徒 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昨天晚上讲门徒 你看门徒 昨天晚上我只不过介绍了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那个后面那一部分的 部分的讲道 那今天晚上我稍微补一补 再讲下去 讲圣灵那一部分 你看到使徒行传里面 门徒们听到耶稣说 要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知道地极 做我的见证 然后你从使徒行传 第一章看下去 一直看看看看 你发现什么 发现使徒们离不开耶路撒冷 看到没有 使徒们离不开耶路撒冷 怎么离开呢 第八章第一节 逼迫来了 这个是被逼了 被逼了 门徒们就分散 到什么地方去呢 圣经里面说 门徒们分散到 犹太跟撒玛利亚去了 这个十二个使徒 就十一个使徒 后来选多一位 十二个使徒 还是留在耶路撒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 门徒门 十二个门徒 专守耶稣的话说 要从耶路撒冷开始 到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知道地极 使徒行传一直记载 到第八章的时候 神就不耐烦了 什么就是不耐烦 不肯出去吗 拿藤条出来 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看 一间教会不愿意遵守第一章第八节的教会 上帝就给那间教会一节经文 第八章第一节 这很麻烦 我们在美国这么舒服 第八章第一节逼迫分散 这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会发生的 我们非洲的礼拜堂被火烧了 大家说 你们非洲礼拜堂被火烧 没有太大感觉 第一那么远 第二又不是中国人的教会 黑人的教会 那么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触 如果华人教会被烧 我们就比较紧张一点 在华人的自己同胞了 如果你邻居一间教会被烧 你想一想 下一间会不会是我们 你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你明白 弟兄姐妹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今天晚上在开始讲的时候 我讲一个 我自己就很深刻印象的 非洲的一个经历 我到非洲去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一些教会 大部分的牧者没有读过书的 就等于中国大陆乡下人很爱主的 他就没读书 但是没有机会读书 平权的地方 那么很爱主的 他们就出来做牧者了 教会里面没有查经聚会 因为他牧师不会读圣经 那没有一些所谓 就是说 就是有主路学的事情 也没有 那牧师讲到 很多教会的牧师讲到 他就是很会背 我不知道为什么黑人很会背的 就背了三五篇这个讲道 就讲了十几二十年 我提出去的时候 我没有语言 所以我就是听他们讲 就是前面开始听他们有人讲 有人讲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第一年最少我学语言 我还没有开始 从福音座建立教会 那么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心中就想说我要建立一间教会 最少是多一点知识分子的 那出来现身的人应该是有知识的 那么不是说要求很高 因为那国家呢 只有一间大学 那么就是初中就是一般的水平比较高了 高中的都算很有学问的人 那么所以我就开始了七年中心的工作 七年中心我摆书 我从法国去的时候带了三百多本书过去 那么其实我行里很少东西 衣服很少都书带去 那么到那边我一开始就摆出来 那么就跟他们讲说 你会看书的人来就登记可以借书 会看书的人就会就有读书的嘛 所以我们就收了一百多位的会员 就参加我们这个小小的书 就是说图书馆 那么可以借书的 那么我们的七年中心当中 有一张小小的桌子 就是你知道这个三线板的桌子 这个板就四尺八尺嘛 那个板对不对 我们放一张就做冰棒桌 所以我开始教黑人打冰棒 那因为是室内 那么外面天气很热 那么里面当然也不凉了 这就是说打冰棒 那冰棒好的好处就是 地方小 那么球便宜 那冰棒拍 大概不会随便乱敲的话 也不会坏的 所以就打冰棒 那个黑人打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觉得 中国人冰棒水平太高 就常常暗示我了 你知道吗 美国的NBA吗 常常暗示我了 意思说我们黑人打篮球厉害 好了好了好了 我就说这样吧 我认个篮球场 那么我就跟一位马来西亚的 就是弟兄 他是去台湾读医学 读了之后 娶了一位台湾太太 现在变成台湾人了 那一年 他就到我们那个地方去看我们 我说好弟兄 我们认个篮球场 所以我们就跟美国的宣教师 买这个篮球圈 所以我们买了一些的板 钉起来了 那么叫一些的人 帮这个铁什么收汗上去 我们这个篮球场的高度 全部查过是标准的 标准的 就是Olympic标准的高度 那全部论好之后 我们两个人加上几个黑人 就把篮球架放上去了 因为没有水泥 只能够在地上挖洞 这个挖了两尺身 篮球架一放下去 就矮了两尺 矮了两尺之后呢 我是不介意的 因为我人才不高嘛 对不对 长的就是那些 非洲人十五六岁 六尺多高 他拿球就这样放进去 放进去 但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很有细心的 第一年的时间 凡是跟我打一队的读银 凡是跟我打一队的读银 你说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 我代表学校打过五年篮球 后来自己承认不够高了 别人都越来越高 我就不长了 那么后来说就做控球 但是就觉得 给人欺负了感觉 就说还是代表篮球 就学校 我说我自己做板凳好了 我不打了 那么但是呢 篮球界那么矮 所以你投篮机会还是好嘛 对不对 好 但是那个不是唯一 那个以内原因 为什么因为黑人那么高 他你投进一个 他也放进一个嘛 对不对 那不见得他会输 为什么他们会输呢 第二呢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到非洲的时候 去的时候35岁 我们开始篮球界的时候 我将近37岁了 非洲人平均寿命 尼日尔 中国大陆说尼日尔 台湾人说尼日尔 平均岁是45岁 所以当你到35岁之后 他们就叫你长辈了 年轻人对长辈很尊敬的 打篮球 我拿着球 他要站三尺以外 所以你知道我也代表过篮球 篮球队的打篮球的 他又站那么远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有时间嘛 一直比比比投篮 其实进球机会蛮高的啦 对不对 篮球价那么低 所以呢 每次我都赢 但是那也不是主要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喜欢篮球 什么就是喜欢篮球呢 你看他们打的时候 如果他们一队拿到球 他每一个人就说 传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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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抱着篮球到处跑 他们只有一个犯规 因为他们说足球 手打到的时候就犯规 篮球脚踢到的时候犯规 所以脚不踢到都不犯规 推人也好 打手也好 抱着篮球到处跑也好 都没有犯规了 但是他们不会赢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投篮 他喜欢抱着球到处跑 我每一次想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想 我们有多少的欺负徒 抱着篮球到处跑 跑了几十年 不知道在做什么 失去的方向 我们问我们自己一句话 我今天信耶稣 跟没有信耶稣 有什么分别 我信了耶稣 我现在的人生 到底神要我做什么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很知道 甚至说不是很介意 也不去问了 礼拜天去教会 团契大家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 求主帮助我们 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了 当耶稣说 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 传到犹太全地 传到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呢 我们就说 神这个很难 所以昨天晚上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点 很难的事情 的确不容易 我三十五岁到那边 像baby从头开始 学讲话 你说难不难 难了好久之后 还是发现 三五年之后 还不见得讲得清楚 自己就觉得 自己有一些问题 对不对 你说三十多岁 四十岁的人 讲话讲不清楚 那么当然很多 其他的问题 那么从这些的情况 来看的话 种族的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 你叫门徒们 离开犹太全地 去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这不是我们的同胞 这些人平常不来玩 你明白吗 什么就是平常不来玩 不一定有恨 当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但是说没有矛盾的话 比如你邻居坐的是黑人 跟他讲过话吗 请他来你家喝过茶吗 很自然 就觉得 这个不是我们的圈子的人 你明白了 就很自然就分出来了 所以你说 耶稣说要把福音 从耶路撒冷传出去 好 耶路撒冷传的带人家来教会 那个容易 因为就请自己同胞 讲中文 那么今天晚上煮的东西好吃 他们反正吃 喜欢吃鸡腿就来 对吗 所以这个很容易 但是你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 回教徒又不吃猪肉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吃猪肉 好苦啊 明白吗 在沙拉沙漠又没有鸭子 没有鸭子 在北京鸭子 什么时候吃到 就是你想好久 我马来西亚人最喜欢榴莲 那沙漠又没有榴莲 你知道很辛苦的 所以这所谓一超越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心中开始想说 哇 这个我要放弃很多东西 我要放弃很多东西 那弟兄姐妹们 很困难很困难 另外呢 就是你真的要向他们传福音 真的向他们传福音 学他们的语言 吃他们的东西 不介意他们的衣服 不介意他们的各方面 你说好 我就像耶稣基督那样 道成乐身 就在他们当中 好 他就不信耶稣 你讲了一年 讲了两年 他没有人相信 那么心里面想 我全家的人搬到那边去 孩子那么小 那么吃苦 那么到了这边来 他不肯信耶稣 所以心里面想 我在自己家乡传福音 就不知道多少人信耶稣了 那现在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 讲啊 讲啊 没有人愿意信耶稣 那会不会感觉到 逃错地方呢 做错决定呢 你明白 所谓跨越文化的福音工作 我们实际上是面对很多问题 面对很多问题 耶稣基督在第一章第八节说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哎呦 我心里面想这句话 好宝贵啊 为什么 我就是需要能力嘛 需要什么能力呢 传福音的时候有人信耶稣啊 那么我们也知道 叫人信耶稣不是我们的口才 也不是我们的恩赐 是圣灵的工作嘛 那如果圣灵给能力 好啊 我就讲 虽然他听我的 可能听了不愿意相信 可能就觉得我口才不够好 可能我语言很差不够 但圣灵工作的时候 他会信耶稣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来的时候 大家记得吗 五层节的时候 圣灵来的时候 门徒们在那里相聚 那个时候是过节的时候 很多很多犹太人 从不同的地方回来了 有一些班级 像我们中国人 已经搬到海外去 搬到不同国家去 住了几代下来的 那些人过年过节 还是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 那个时候圣灵驾灵 他们就好惊讶 惊讶什么事情呢 惊讶门徒们讲话 讲他们的家乡话 这个家乡话什么意思啊 就说你是湖南话 广东话 客家话 那么你是不同的方言都好 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所有人都听到 为什么他讲的话 我们都听得懂 就是说都讲我们的家乡话 然后我就开始算一算 第二章里面的经文 到底有多少个地方回来的人 说听到家乡话 我一算下去的时候 一共十五个 十五个 你看十六行传第二章 圣灵驾灵的时候 有十五个的不同地方的人 回来 犹太人背景回来的 那么他们都已经讲当地的语言 就是说犹太话 他们还会讲 就是犹太人自己的语言还会讲 但是他们都讲当地的语言 在那一种情况里面 圣灵驾灵的时候 一个人讲一种语言 听了人十五种不同语言的人 都听明白 说讲的人是讲他的家乡话 我心里面想做宣教师 这个太妙了 为什么太妙呢 我就在大街上讲 无论他是印度人 黑人还是什么人都好 我就讲我的福州话 那讲的大家都听得明白 都信耶稣多好啊 我就跟神讲 就给我这个恩赐好不好 就没有啊 我不要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就该没有理由 不去做宣教师啊 但我就没有啊 所以我1998年 到南非去开会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上去 讲一些东西下来 哇 那个聚会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非华人 虽然是华副会 开的第一次谘询会议 很多很多外国人 哇 我一下来的时候 那些外国人就抱着我 他说 哎呀 Brother Wung Brother Joseph 感谢神 感谢神 我说什么事情啊 他说啊 你有没有看到 他给我看到 他们手机上面的 一个一个message 进来 一个一个好像 email那种 资料不是很多 就说在什么地方 有30个黑人的 回教徒 信耶稣 那么什么什么 我看到心里面 酸溜溜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啊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 没有人信耶稣 我不在的时候 就30个人信耶稣 哎呀 我心里面想 什么事情发生 因为我在上面讲说 我在那个地方 像这个民族传福音 那下面的人 就收到一个email 又是从我们的国家来的 就说 我今天晚上 有30个人信耶稣 我心中不知道 是高兴还是怎么样啊 我心里面想 哇 这个 这个如果是真的就 就证明 大概我就是 不行的 不能够做圣教师 第二呢 当然感谢神 因为是零工作嘛 但不知道怎么好 为什么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 30个人信耶稣呢 所以就很难搞 所以我从南非 飞飞机飞到巴黎 巴黎转机飞回去尼瑞 那么我就去 找这个发email的人 发email的人 我认识他的 他是一个奴 奴威的白人 就是北欧的人 我跟他见面几次 他的英文呢 他觉得他讲得不错 我就猜他在讲什么 那么我就问他说 我可以去看看那些人吗 因为我讲他们的话 我是全世界 唯一学漫家话的中国人 我跟我太太 这是漫家人吗 我说我去看看他们 可以不可以 他说 这是我的人 我说 你等我不在就去做 那么当然也不能变了 因为他有果效 我没有嘛 就最好谦卑一点 我就回家了 就心中很难闷 过了几天之后呢 我看到有一个人来 他叫Sani Sani呢 就从我们家外面门口进来 这个我认识的人 我也知道他就是 帮忙这个宣教师 去到那个 三十个人信耶稣 那个区 做牧养的工作 就栽培他们 那么他来了 原来他就是进来的时候 他说 哎呀 马朗 他们都叫我马朗 马朗就老师的意思了 我问就是我的信 他说 你帮忙一下好不好 我说 帮什么忙都没有问题 等一下才讲 坐下来坐下来 我又给他一杯冷水喝 我说 讲一讲 什么事情发生 那三十个人怎么信耶稣 如果他听我讲 他就不大愿意讲 我就说 这样吧 现在那个教会怎么样 三十个人怎么样 然后他就长叹了一声 他说 什么有办法 每一个礼拜天 带那么多礼物去 不带去 他们不肯来 那我说什么事情 我说你讲一讲 那一天 三十个人信耶稣的情况 是怎样 他说 那个宣教师站上去 他就不赞成学语言的 他就赞成使徒形状 第二章圣灵的工作 所以他站上去讲道了 讲到下面的人就是 根本听没有 有声音没有东西 不知道讲什么 所以下面的人开始 随便讲话了 有的人就走了 他一看情势不对 他就拉了一个 他的同工从 Nigeria来了 你知道Nigeria 那个地方吗 他们很活泼的 足球队也很好了 Nigeria Nigeria这个国家 在我们南部 我们是Nigeria 他们是Nigeria 两个不同国家 Nigeria讲英文 我们这边是讲 讲这个法国话 那么 这个讲的人是讲英文 那么他就拉一个 Nigeria的人上来 Nigeria人会讲一些英文 所有Nigeria人都是英国殖民地 都会讲一点 有去过学校 没去过学校 都会讲一点 所以那一位呢 他说 他跟我们介绍了说 他说 我会讲 small small english 我就一听就知道 他不会英文 因为会英文的人 不会讲 我讲 small small english 那一天晚上 他当放音 讲的人 他听不懂 大概讲的人 讲一篇 他也讲一篇 最后的时候 宣教师说 好好好 现在什么人 愿意信耶稣 上来上来 那个人放音 也不知道是怎么讲 总之就有一批人上来了 上来的时候 祷告完 那么就分每个人 一件衣服 后面的人看到有衣服 所有人冲上来 只有三十件衣服 只有三十件衣服 全部拿到王登记名字 就说三十个人信耶稣 就这个email 全世界跑了 后来那个 根本没有人信耶稣 你明白 有的人就说 使徒行传第二章 讲圣灵的能力 是这个意思 当然你会发现 解释圣灵的能力 有不同人 有不同的强调 对不对 但是请记住 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 圣灵来能能 给能力 是要完成一件事情 把福音从耶路撒冷 一直传到地基 是这条线 因为这条线的缘故 恩赐不是重点 不是圣灵工作的重点 我不是说圣灵不给恩赐 我圣灵给恩赐 但圣灵给恩赐 不是重点 重点是帮助 凡是愿意顺服的人 凡是愿意与圣灵同行的人 我们愿意一起来做神的工作 无论是本地的福音工作 无论是近处的福音工作 远处的宣教工作 圣灵与我们同工的时候 我们都能够做得到 因为不是靠着你 也不是靠着我 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真理 那如果你看 使徒行传里面 圣灵不同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哇 彼得这些人原本是愚夫 为什么突然间能够有那么智慧 站在君王面前 站在有权力的面前 说顺服神 不顺服你们 哇 这个话不是容易讲的 不是容易讲的 所以彼得他们是谁 有的人惊讶 他们不是愚夫吗 愚村那个地方来的吗 你发现圣灵工作的时候 最平凡的人 在神的手中 都可以成为很有能力的 一个神的功能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学得很痛苦 为什么我学得很痛苦呢 我到那边做宣教师 我跟你讲 中国人做宣教师 跟西方人做宣教师 很多不一样 其中一样不一样是什么 西方人花很多时间学语言 语言根基没有打好 他们不太愿意开始工作了 我就不行 我到那边第一个月 我就希望有人信耶稣 所以我一到那边 我就开始心里面挤了 我当然一边学语言 一天学八个小时 那一天学八个小时 最少我还有两个小时 可以传福音 那么在另外的时间 就应付其他的问题 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 传福音 传福音 学语言 学语言 没有人信耶稣 那你知道我的背景 我前面建立了六间教会 才到那边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又不是神学院 刚出来的人 我又不是说 一点经验都没有了 我跑到澳大利亚去 跟一位专门的老师 学怎么这样回教 读穆斯林传福音 跟了两年的时间 我就觉得 我有一些装备 不是完全没有 所以我到那边开始 去传福音 然后就开始讲 讲讲讲 就没有人信耶稣了 没有人愿意信耶稣 难那是什么地方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非洲 我们那一区没有人 带着全家人去非洲了 那我们变成第一家人 所以很多教会支持我们 这个教会二十块 那个教会五十块 所以很多教会支持我们 那支持我们之后 他们常常在主路学里面 跟他们讲说 写几个字 画一个图画 那么就寄给 这个宣教师在非洲 所以我常常收到卡片 他常常也收到牧者们 拆船部里面 一封信就问他说 每一次我最怕看到是什么 你的教会多大了 我说话还不会讲 还没有人信耶稣 什么教会多大了 但是你要明白 很现实 你去半年没有人信耶稣 两年没有人信耶稣 你知道教会的开会怎么讲 拆船部 这个黄牧师 我看我们不要支持了吧 对吗 你去了这么多年 没有结果 那么就叫他回来吧 不要去了 所以有一些教会就 我就心里面担心嘛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拿起照相机 想一想 我就杀一只羊 请成村的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就拍拍照片 那就回去给他们看 那我也没有骗他们 因为没有说是我的教会 哎呀 瑟琳就责备我 是怎么可以这样的态度 但是我跟神讲说 我说你要帮我一下 我现在下不了台 我说做宣教师 人家以为你是伟大的宣教师 去非洲晒太阳 吃那个沙的东西 那么又睡在外面 又不能够睡在屋子里面 我说这么苦的事情 人家敬佩得不太了 我说有什么愿啊 一个人都没有信耶稣 什么愿啊 晒太阳谁不会晒啊 所以心里面就想说 神你帮一下好不好 帮一下 给我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 我没有求很多 我求一个 我流了多少眼泪 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不轻易流眼泪 我流眼泪 我就围着想给我一个人信耶稣 我流眼泪 我没有人信耶稣 我这黑人看到我们中国人 是很客气 他很愿意跟我们做朋友 你跟他讲耶稣 他们也不是不愿意听的 就是没有人要信耶稣 你就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 当然有的时候也不能怪他们 因为我讲的大概我自己也听不到懂 所以不能怪他们 因为刚学语言嘛 所以就没办法 所以呢 我就在那段时间呢 就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天天跟神讲说神 一个 一个 就好像孩子跟爸爸讲 一粒糖 一粒 一粒 没有问你多 一粒 天天讲 天天讲 哎呀 神就有一点觉得 这个不帮一下 他真的要收拾皮包回家了 所以呢 四月天 天气很热 开始很热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穿着短裤 穿着背心 那么 差不多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有人敲门了 其实不是敲门 它是拍掌 那黑人不进人家的屋子 他知道外面热 里面更热 所以一般上 黑人不愿意进人家的屋子 所以他站在外面 那么我就心里面想 里面最少一粒嘛 但是空气不聊通 所以变得闷热 外面就热 但是有风就好一点 所以他就不肯进来 我又不肯出去 我心里面想 天气这么热 你来做什么 而且那时候呢 就是 他们这个天气开始热的时候 黑人也是 不耐了 有的天气太热 他们也躲在树下面 那么 他总是拍手 那么我就不愿意去 我找一看是谁 我就说讨厌这个人 又来 为什么呢 三十几岁的人 他跟我年纪小 我一两岁 不做工 天天伸手 跟这个讨 跟那个讨 跟黑人也讨 他自己黑人 也跟黑人也讨 所以大家都讨厌他 因为这么 这样一个年纪的人 你可以做一点工嘛 对不对 又不是说 就是说肠肺的 或者说生病的 他健康很好啊 他名字就说 Musa Musa就是Moses Moses就是摩西 哎呀 我说你起了名字 摩西不会这样的 所以我看到他的时候 不愿意出去 不愿意出去的时候 圣灵准备我 他说你来做什么 我说神 我也不敢讲了 因为知道我是来做宣教师嘛 宣教师有一个人站在门外面 你不出去 那我是因为神很热啊 因为我要换衣服啊 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五岁以后 就比十五岁大一点的人 就说超过十五岁的人 一出门口又穿长的 就说长裤啊 那我以前都是穿这个衣服 都到这边来的 那我这个是我自己中国式的改装的 就当地人做 我就觉得第一省钱嘛 那中国人不是要浪费钱 就不是要浪费钱嘛 第二呢 我就也算长了 也算长了 那么我就改装 那么当时就是要穿长的 全袍的全部长的 所以我就进房间里面去换了衣服 我就出去问他说 有什么事情 他说天气很热 给我一杯水喝好不好 这个很容易回答嘛 对不对 我的答案就是不给 我不是没有爱心啊 是穆斯林那个时候再接约 就太阳出来下山之前 不能够喝不能够吃的 那我如果给他水喝 他出去讲了 这我麻烦你知道吗 就很难 以后很难做事情 就说你来是破坏我们的 文化破坏我们就 对我们宗教来讲 你这样做不对了 所以我说答案很简单嘛 所以我说不给 不给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这个感谢神呢 这个难题比较容易解决 所以我又一转身就进去了 我一转身的时候 想进去的时候 我就听到后面讲话 我稍微注意听一下 想一想他讲什么 他说做回教徒这么辛苦 谁要做回教徒啊 哎呀我心里面想 信耶稣 信耶稣 因为你不做回教徒嘛 所以我赶紧跑进厨房 拿了一大杯水出来 我说请你喝 请你喝 哇他真的老轩的好厉害 就咯咯咯咯就把他喝完了 然后他转身 讲谢谢就走了 那我就说感谢神呢 有人不愿意做回教徒 当然没有说他会做基督徒 所以呢 下午三点钟他又来了 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发火了 你知道十二点呢 跟三点呢 是气候是有不同的 气温有不同的 那么他拍手 他也不愿意进来 我就一定要出去 那三点钟很热很热 我不知道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度 就很热很热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能再讲话 他来了 我就是要出去跟他传福音 所以我立刻衣服一晃 就在屋子外面 旁边有个小凳子 本来平常是我学语言的时候 我做的 那么老师是做另外一条小凳子 那小凳子才这么长 我一拉放在一棵树下面 我说坐下 我给你讲耶稣 所以那一天呢 我就跟他讲耶稣 讲了一个小时 我九个月学的法国话 全部原来王 没有东西好讲 因为全部自原来王 已经用很多次了 我讲了一句 我至于听不到明白 又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讲了一个小时了 哎呦 我讲到不知道怎么样 最后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我信耶稣 哎呦 我心里面想 哇 这样的晒太阳 有人信耶稣 说值得值得 我就很开心很开心 哇 是我说 哎呀感谢主 你信耶稣 那很开心的时候 我的语言老师阿丽 阿丽是一间学校校校长的孩子 他教我语言 他就奔奔跳 十九岁不到二十岁的年轻来 他跑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我们两个人坐在那边 他看我看他 他说你们两个人在做什么 我说我跟他传福音了 他信耶稣了 阿丽说 哪里有可能 你愿什么话跟他讲 我说当然我愿法国话 我这个当地语言才开始 学不久 我说哪里会讲 他说这个人哪里会法国话 我当时真的想 一个小时听不懂也不讲一句话 我拉条小凳子放在树下 我以为有树叶 那个季节刚好没有树叶的 直接说到太阳声明 一个小时 我心中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我跟阿丽讲你坐下 我这一次讲你放逸 这肯定他明白了 三分钟不到我就讲完了 根本就没有耐心跟他讲话了 你这个对牛弹琴 我知道他是牛啊 你听不懂讲一句 听不懂好不好 然后我讲完阿丽放逸王 他说我跟你讲我信 这是第二次讲信 我心中我想见面想 这个奇妙 所以那一天呢 大家讲再见的时候 我就去找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年语言老师 就学语言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跟另外一个美国宣教师讲说 我说穆萨信耶稣了 哎呀这位宣教师 像圣大老人那样的 他胡水白白苍苍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们这些新来的宣教师 就不明白 就说这个人呢 跟你讲说信耶稣 就好像什么 好像沙漠的花 早上开花 晚上 我说stop shut up 我说你一句鼓励的花都没有 我带一个人信耶稣 我流多少眼泪 带一个人信耶稣 你讲说早上开花 晚上丢血啊 后来我们搬家 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区区工作了 二十年后 这个人还在教会 到现在三十几年 他还在教会 你说这个人怎么信耶稣的 我每一次想起来的时候 我跟神讲说神 我说我做的事情 就是顺服晒太阳 能够讲不能讲 我就计量 你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人的生命 这个情况不是发生一次两次 我在非洲宣教工作做到其实是很开心的 其实不太愿意离开 你知道吗 我最近有serious talk跟我太太讲了 我说这样吧 我们大概七十几岁的时候 退休的时候 我其实我是预备七十三岁到七十八岁退休 我说退休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就搬回去非洲住好不好 我师母也赞成了 那个地方不是很好住的 但是什么东西都是organic的呢 我就怕 哎呀 有些世界太多地方不安全了 非洲安全一点 就食物安全一点 空气也安全一点 不过话外提 那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圣灵明白我们的心 你看你胜负我胜负 信主的事情 神工作 神工作 你说我跟人传福音一次两次十次二次次 为他祷告一年两年还没有信耶稣 神有他的时间 不要放弃 不要灰心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类似的经历还有一次是什么呢 我我们在那边三年四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一个团队不是我们拆会的 那是从欧洲来的队长二十二岁 是律师人 他很有钱 他来的时候呢 他就带了当时一九九三年还九四年最新的这个 high tech就是一台的这个projector可以放DVD进去的 一九九四年 我很久以前了 二十二年以前 他就带一台来 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太开心了 我说好 我们去乡下 开步道会 开步道会开什么呢 就放耶稣影片了 就做耶稣影片了 多少人看过耶稣影片 谢谢 我看过九种语言了 其实我用九种语言 我就要看了多少篇 五十篇以上 所以其实里面的对话 什么语言我都知道他讲什么了 就是这一种的背景 那我说好 我们一起去乡下做开步道会 那么就开步道会了 我开车 那么当时上海有两位宣教师 老人家了 他们一生退休了 跑到我们那个地方来 那么当时他们夫妇两位 那么我夫妻两位 那么这位这个瑞典来 瑞士来的宣教师五个人 我们就去了 去做这个福音工作 我们就去到一个乡村 这个沙村 就沙丘 乡村在沙丘上面 这爬都爬不上去的 这个车就有特别的情况 他有一个地方才能够上去 那么我们上去的时候 就问村长说 做电影 什么地方做电影 那跟村长比较熟 所以他就说 我儿子不在家 在他家做电影 所以那天晚上 我们就把这个 就是projector就放在一张小桌子上面 那么墙壁上面贴了一张摆布 就是做萤幕 那么就把那个电源 就加在我的车的Battery 我没有发电机 你知道车的Battery很弱 你Run这个东西 其实很不明显 就很弱的 所以那天晚上 我看了那个地点不大 而且那荧幕就是 不是不能够做很大 你静静的话还可以看清楚 拉远就看不清楚 所以那天晚上 我就通知大家说 小朋友不要来不要来 这个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做给小朋友看 但是那个乡村第一次有电影 没有人愿意在家里面 你这边有这么电影的 做电影 什么就电影也不知道 不过反正有节目了 所有人都来了 所以那天晚上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村长 哪一条椅子坐前面 只有他一个人有椅子 别人都没有椅子 全部人坐地上 在沙上面 后来我看到最后 那些村长也不见了 不知道给人挤到哪里去 就是在黑暗当中挤啊挤啊 反正也没有灯光嘛 对不对 那就开始放电影 和我们同工几位 就试试看 哇来了两百人 三百人四百人 我们这个荧幕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把桌子 拉后面一点 拉后面一点 然后就试试试好了 我就不能再拉 再拉看不到了 所以那天晚上呢 就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哇所有的人 第一次看到电影 从来没有看到影子 跑来跑去的 他以为看到鬼啊 所有的人叫到很大声 哇 怕了 就抱啊 又不敢回家 就在那里 呀呀呀呀 所以电影在做的时候 声音把来小了 没有一个人听到什么声音 因为所有人都在那边讲话 都在那边 不知道是怕还是什么东西 那么又看又不敢看 又看又不敢看 哇 那个小孩子啊 又是又又不知道做什么 那总之呢 那个晚上 就是听也听不到 看也看不到 你说我看这么多次电影 我知道现在轮到谁 现在轮到谁 那天晚上我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那一个是耶稣 我也不知道那一个是彼得 我从来看不到 那最惨的是什么呢 布挂在墙壁上面 沙漠的风吹的时候 布还会这样 那些人吓到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跟你讲呢 我侍奉主这么多年 我那一次骂自己 骂得最糟糕 骂得最厉害 我说这全世界 都没有这么笨的人 什么叫做开布团会 你开一个布团会 开什么 吓死人家 人家也听不到东西 也看不到东西 那所谓第一次电影 我说就是这样 所以我自己一直骂自己 一直骂自己 那天晚上 我就说快点玩 快点结束 快点结束 那结束了 所有人家回家 所以我就跟同工们 就布拿下来 放电机 放到车 电池 电把它 就是放电线 放到车 然后我就在车后面 拿一张草稀 在外面的沙漠上 一放我就倒下去睡觉了 我说 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情 我说很灰心很灰心 我一被倒下去的时候 旁边出现了两个黑人 在黑暗当中 他说 我们很受感动 我跟他说 回家回家 什么感动 我说有事情 明天早上再来讲 他说我们要信耶稣 我们很感动 我说回去 听到没有 就回去 所以我在沙漠上 一倒下去就睡了 其实也不好睡 那第二天早上 其实沙漠地方 太阳一出来 全部人都醒了 我又睡在沙漠 太阳一出来 他一看才五点十二分 我就眼睛一张开 那两个黑人就坐在我旁边 我就不要他坐多久 我一坐坐起来 他说 你说今天来 要跟我讲 我们要信耶稣 昨天晚上看了 很受感动 那时候我也不敢问他 看到什么 我就跟他讲 耶稣是谁 怎么信耶稣 那两个人 年轻人 二十几岁 两个都信耶稣 一个叫Idrisa 一个叫Ali 我每一次想起他们的时候 我说神啊 这些人怎么信耶稣的 跟我信神的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说我做了什么 其实就是没有嘛 就是基本上 他怎么会在那样的 就是看不到的东西里面 看到说要信耶稣呢 我就不知道他看到什么 我知道很多人以为看到鬼 我不知道他看到什么 弟兄姐妹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与神同行 顺负神 然后与圣灵同行 那个是一件事情 是基督徒们 我们就开始经历到一件事情 曾经以为是封门 现在是七年 你知道那种经历之后 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回去 没有办法再回去 我侍奉神多困难多好 我跟神讲说 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 因为这些困难 无论人世之间的困难 自己的有限带出的困难 都算不了什么 只要与圣灵同行 最卑微 最没有愿的人 圣灵一动工 神迹出现 就有人信耶稣 我说这样的话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 我说我就是愿意顺服的人 那我顺服顺服 我看到神自己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孩子们也看到了 这个做爸爸做妈妈是怎么样的 孩子们也愿意侍奉神 为什么呢 他看见 这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的 不是口头讲的理论的东西 是真的 我跟孩子们讲说 我说你们自己看了 照理由来讲 这种情况怎么会有人信耶稣呢 就应该没有人信耶稣的 我说现在仅然有人信耶稣 教会也慢慢建立起来 我们教会小小四个传道人 四个全世界的人 2001年的时候 教会就完全自立 2003年到现在我离开 没有一次写信来给我拿钱 完全自立 你说那些人平权到一个地步 很难想象 他怎么能够完全自立呢 我就发现了 那些信徒们也看到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圣灵怎么工作 他们就发现了 依靠宣教师没愿的 很多宣教师 不是说没有爱心 很多顾虑的 你有需要的时候 他也有经济能力的限制 他也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依靠神的话 没有宣教师 我们也可以 你发现了一件事情 是我们教会自立啊 我们建礼拜堂的时候 他们没有给我拿钱 那么我们传道人回来的时候 教会谈到说 要建一间物质给传道人 薪水多少 没有一个人问我说 你给多少钱 这我还没有走啊 教会就已经自立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他们现在这么多位神学生出去 没有一次给我拿钱 说有神学生 你需要帮忙 这个平权 平权到一个地步 中国大陆某一些乡村也类似 但是他们非常平权 但是他们经历到神的时候 他就不会问人了 经历到我们的神 是丰富的神 是真的神 是爱我们的神 是绝对信得过的神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去问人了 为什么要问人啊 我问大家来依靠神 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依奉神 按着圣经的教导 耶稣基督说 从耶路撒冷开始 如果要走街口 我很多街口 我说不行了 我孩子出门的时候 最小的女儿 五岁半上飞机 五岁半 十二年不住在家 你说这个心情怎么过 这个很难的 我上飞机之前三个星期 我大儿子中风 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 九岁中风 这里面一条血管塞住 这枕边不会动了 十二月二号中风 我们二十七号的飞机 所有亲戚朋友 教会的同工们都说 不要去啊 不要去 我们就看了好几位专家 专家的结论都一样 他说孩子中风的事情是有 三个月会好就好 不好意思人就这样 你说我跟师母讲上不上飞机 我们两个人祷告 祷告最后说上 就上了 孩子带上飞机的时候 哇我们看了都心痛 他一笑起来 一边不会动 一边会动 就拉一边嘛 你知道吗 哇 我就是很难受很难受 我们到语言学校的时候 每一天晚上按照医生的交代 就用那个膏片 就把他嘴连起来 眼睛连起来 怕有昆虫嘛 爬进去 弄伤眼睛 而且跑到里面去嘛 每一天每一天连 你天天算 天天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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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月 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进房间 还是看到他眼睛是开的 嘴是开的 我夫妻两个人 就跪到第三根层哭 我说神现在怎么办 如果今天晚上买好 明天还是先的话 就已经超过三个月 三个月零一天还是那样 我们两个夫妻几乎崩溃了 跟神讲说神 这个不行 我说我们顺服你 你一定有帮忙 这个不行 所以我们当时就请了几个 语言学校里面 有一些是学生教师 请他们一起祷告 他们都哭了 因为我这个孩子 其实跟大家都很好了 他们都哭了 那天晚上 大家就祷告 好久好久 那天晚上回去 眼睛还是开的 嘴还是开的 跟着那一个晚上 我进去 跟师母进去 主意恢复平 就是正常 眼睛盖起来了 我们两个人 就是不知道 是哭还是好 还是笑还是好 就是喜乐的不得了 所以弟兄姐妹们 跟随主 你要怎么选择呢 又选择没有考验吗 其实没有考验的神父神 其实没有太多故事好讲 没有太多见证好讲 但是就是有考验 然后经历神的时候 你又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信仿 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信仰 不是只是宗教信仰 我们是讲一位爱我们的神 他有能力的神 他知道我们需要的神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他是就是明白我们的需要 然后我们在祷告当中 需要有人信耶稣 我们在祷告当中 有家庭有需要 他听我们祷告 他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 有的人我每一次到香港去 因为我第一间神学院在香港 我那些同学都讲退休 天天讲退休 那天我跟他讲我辞职 他说你58岁辞职 没有教会请你了 我说我从来没有申请过工作了 因为我神的工人 对吧 我说我不是要退休 我辞职 我跟神讲再给我15年 他们说你15年做什么 我说这个58岁才开始 你知道吗 那人生其实下半段才开始了 我说为什么 这个最有经验的时候 你退休 我说这个不行 我们应该这个时候 珍惜好好侍奉我们的神 那我的同学们当然不太明白 但是我侍奉很喜乐 为什么很喜乐 耶稣说圣灵来给能力 我经历能力 给能力一个条件 条件就是你要从耶路撒冷走出去 我走出去 那我走出去 我回头靠圣灵的确给能力 就算耶稣讲的话是真的 我们讲神的话语的时候 不是理论上面的分析 原文里面的解释这么简单 把神的话语活出来 你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怎样的神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孩子向你感谢 向你赞美 因为我发现你讲的话是这么的真 是这么的实 当我们照着你的话语 相信你 有很多地方害怕 有地方不明白 有地方甚至不肯 有很多挣扎 但当我们愿意愿 单纯的信心顺服你 走上去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奇妙的工作 以至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是人生最美最美的事情 就是原来我们的救赎主 活着 活在我们的心中 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而且陪伴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做这种人生 就不是抱着篮球到处跑的人生 这种的人生 就知道 唯一有完成神你自己 所托付的使命跟旨意的时候 这个生命才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求主今天晚上向我们讲话 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上 放在祭坛上面说 神我在这里 你使用我 你拆遣我 神不是看我们 恩是多少 不是看我们能力多少 神是看我们的心 愿意不愿意 而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可以使 baby也可以诈美你 使一个老妈妈 包括我的母亲在内 读书读很少 都可以经历你 都可以 就是爱主 经历神的爱 主你实在是美 实在是好 但是世界上还有 千千万万的人 连听耶稣基督的救恩 一次的机会都没有 主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怎么能够安逸地坐下来 不去关心他们呢 我们讲宣教 是不是因为其他教会讲 所以我们也讲呢 主要不是的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因为这是你的心意 你救我们 你要我们去 让人家也认识你 透过我们 顺服你 做成你的功 所以今天晚上求圣灵 在每个人心中工作 摸着我们的心 不放过我们 让我们 一直到 在你面前 去其顺服为止 我们这样 把自己相交托 诚恳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 谢谢 谢谢